今天要来用我这个成亮的这个梅子 我们要来做浸泡酒 这个成亮的梅子呢 已经做了几年了 我看一下我们的日期 这是一几年做瓜 怎么标签不见了 好像是两年至三年吧 好不管 我们就把梅子放进来 其实梅子不能多 因为梅子泡下去它还会 在泡酒以后可能还会再有一点发胀 所以我们原则上呢 梅子的量呢大概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平罐的体积哦 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我来加一点冰糖 大概把它封住它上面 封住梅子 然后我们准备来加酒咯 这个大概这样子浸泡个两三个月 应该就会更加的入味 我们用的这另外一瓶的 这个要浸泡的梅子酒 这是我用这个成亮的这个紫粟梅 然后我们要来做浸泡酒 呃刚才做了一罐是用大概40度 左右的酒 然后这一罐呢我想要用这个呃 红标的纯米纯米的米酒 这个纯米的料理米酒 其实呢它是呃原料呢就是只有米去做的米酒 所以呢 这一瓶的酒精度就会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来试试看 经过这样子浸泡以后 煮精度低一点的好喝呢 还是浓郁一点的好喝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原则上至少泡个三个月 感受一下用这样子快速可以成梅子酒的方式 原意想活家 Emma Ca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用这个应该是有三年了 已经泡了三年的这个紫粟梅 这个紫粟梅的梅子呢 再去做浸泡酒 然后我这一瓶呢是用就是蜂蜜露 也就是它的这种蜂蜜露的白酒 应该就是应该是讲说蜂蜜露的这种蒸馏酒呢 大概有三十五度左右 有三十五度左右 然后另外一瓶呢 另外这一瓶呢 我是用了这个 就是 红标的纯米酒 红标的纯的料理米酒 也就是它的度数大概不到二十度 十九点五度 要注意纯 料理米酒有一种是有加盐的 这个是没有 就是只有用米去酿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倒出来 让大家看看 其实我这个浸泡 已经超过三个半月 三个半 还不到三个 就是满三个月 这是四月十七嘛 今天八月二号 我已经喝喝过几次了啊 今天才跟大家分享哦 你看看这颜色非常的漂亮哦 哇 真是美极的 它就像那个威士忌一样的 超级美丽的颜色哦 然后这一瓶呢 是我用 就是 蜂蜜酿去酿的哦 它其实他们酿出来的颜色两个 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所以 其实在酿制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在满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试喝哦 像这一 这一瓶这个 蜂蜜酿 因为它的酒精度是比较高一点哦 大概来到三十三十五至三十八度 然后我们的这个纯米米酒呢 大概二十度左右哦 那酿出来的结果呢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 纯米米酒的这个 口感比较 比较好 它比较顺一点 嗯 一般就像我们一般喝的 嗯 梅酒一样 它有那个 梅子的酸溜 跟梅子的那种清香 非常非常的浓郁哦 非常可以感受到那个 梅子的那个香气哦 然后我们用这个 比较高酒精度的时候 去做 这样子的浸泡酒的时候 你喝得到的是 我觉得 感觉喝得到的是 有一点点的苦涩味哦 可能是嗯 酒精度比较高一点 然后所以呢 你喝到的那个梅子 所浸泡出来是有一点 苦涩的感觉哦 这个就是我目前浸泡第一回的 这样子的感受 那所以呢 我今天呢 想要来再泡一瓶大瓶一点 我今天用了一个这个蜂蜜的罐子哦 然后我准备来做浸泡哦 然后所以呢 我摇个一大瓶出来吧 这个就是自己自己酿的这个 这一坛这一坛呢 已经2018到现在2019 1011 三年多哦 三年多了 已经三年多了 然后所以呢 我们今天想要用这个样子的 再来做浸泡哦 所以我大概会放浸泡的量哦 大概就是 三 就像我这个一样哦 三分之一瓶左右哦 三分之一瓶 通常我们用体积来做浸泡 就像 通常我们这样子的紫苏莓呢 可以拿来泡茶蒸肉 或是 红烧肉 做料理都很棒哦 然后我现在就是做了一回 我发现 这样子的浸泡非常好喝哦 大概是三分之一瓶左右 然后我们必须加上一点这个冰糖 我大概会加在这个 两瓶左右 两瓶左右 不要太甜哦 两瓶 两瓶半 好了 好 把它拆开住 OK 好 我们现在来加上米酒 然后给它浸泡个 两三个月 其实呢 应该一个月 我们就来先试试看哦 然后 因为之前说要试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结果就忘记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 然后就咻过去了 好 我们现在把米酒倒进来 然后就完成了 我们盖上盖子吧 这样子等待三个月后 我们就知道到底好不好喝啊 很好喝 三个月后 很好喝 如果我们不要浸泡那么久 大概一个月左右 应该就可以浸泡出味道了 这就是我们用天 这个天然的这个 紫树莓 哎 浸泡的紫树莓 天然浸泡的紫树莓 来做浸泡酒 然后出现的这个梅子酒 个得非常纯香的 嘞 所以 我拿着这一步 因为 但是 我们发现了 你 又是 你 我拿着 我拿着 你 我拿着 我拿着